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日陸續有利好的消息和數據傳出 以下就要逐一跟大家分享 首先關於年初二的煙花會演 特區政府宣布取消 為甚麼呢? 主要考慮到安全的問題 由於目前社會狀態尚未穩定 一旦如其放煙花 維港兩岸將聚集大批市民和旅客 再加上海上有大量觀光船 如果出現突發的事故 難以即時疏散人群 是不值得冒這種風險的 恭喜攬炒成功 這裡就要多謝勇武派和匆匆子 事實上今年真的沒有事值得慶祝 這個過年 從去年6月9日開始 大半年 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 搞到多少個家庭加散人亡 根本上今年就不能斷年 所以還要放煙花 不用放了 拿去大鴉州燒毀了就算了 往年也是這樣做的 浪費這些錢 浪費這些公帑 沒問題的 不需要再來粉飾太平 不要假裝歌舞聲平 真的看見都想作偶 就算是往年也不知道你慶祝什麼 到底是在慶祝貧富懸殊 日益嚴重 還是慶祝房屋問題長年不解決 還是慶祝香港人等了23年 都沒有雙普選 爭取失敗 你慶祝什麼呢 是不是 不如把心一橫 以後取消了他就好了 不用香港看煙花 澳門街也有得放 廣州白鵝談也有得放 不用來香港看 有些旅遊業界就去說 就說往年有些大灣區的旅客都會在新春期間選擇來香港過年 但是今年 由於你不放年初二的煙花 就會對於節日的氣氛就很受影響了 故此那些自由行旅客人數都會大受打擊 相信不會出年 往年初一初二來香港高鐵車票一票難求的情況 好事啊不要來啊是不是啊 去廣州看啦 去澳門街看啦 真是很落後的地區才喜歡放煙花 包括澳洲也是 明明已經是山林大火了 那些澳洲的市民都聯署叫你適離市政府不要再搞了 竟然間他說 一早買好準備好那些東西 不搞也是花了那些錢的 照搞吧 不搞就好就搞了 21世紀還看什麼煙花 浪費鬼氣 真是個個玩手機看煙花 真是有沒有那麼落後啊 你以為1960年嗎 真是多餘啊 不要浪費這些公帑 不要粉飾太平了 明明社會上有大量的問題你不去解決 去浪費這些錢 放一放又幾千萬 既然你這麼喜歡用銀彈來放煙花 不如你直接放回市民的袋子 還虎於民好過啦 你以後不要放煙花了 以後不要搞花車巡遊 以後不要搞這些抽獎活動 拜託代代平安每人給你一筆東西 這個是最實際的 為什麼搞這麼多東西呢 你這樣就叫特區政府 整班人用屁股來思維掃 放煙花關我屁事嗎 是不是呀 放了之後又沒有了 市民繼續納稅 麻煩你給你一萬元吧 我相信九成市民都會拍手掌 剩下的一成就心理變態而已 還在反對派錢 反對派錢有什麼用呢 有時候說公共財政的人 想壞了腦子 公共財政使得到你身上嗎 加OT錢給警察就有份 是不是呀 買武器買電槍也有份 你還以為特區政府會為人民服務 這些傻傻的 好了 說得很激動 先講講第二個好消息 就是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就說 受到持續七個月的示威活動影響 訪港的旅行團數目已經跌到近乎零 不少的旅行社已經暫停營運了幾個月 流失了的旅客 難以一時三刻回香港旅遊 相信在過一年以後 會有更多的旅行社暫停營業 甚至乎是倒閉 又攬炒成功了 恭喜了 到底有多少本地人去做這些旅行社 有多少本地人去做這些旅遊 有多少本地人從事旅遊業界相關的業務 可以分享到經濟成果 往往很多都是你那些大陸人走來開 零團費的旅行團 來到香港以後就一車車的旅遊大巴 車他們就逼他們買東西 全部一條龍都不是香港人開的 關我們屁事嗎? 不要來就好過來 你一小撮人就在賺大錢 其他全香港的市民就幫你埋單 根本上就是毫不公道 所以不要來以後也好 我們香港市民有什麼好處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群傢伙根本上只有一個口 說就說以後也不來香港 實情一有機會他們就會來香港消費 只不過他們不是買奢侈品 不是買幾十萬一隻的手錶 或者買其他手袋 名貴的金色 不是買那些東西 是去買我們那些日用品消費品 這樣才糟糕 你看到上水那裡 買那些什麼?檸檬茶? 買那些什麼益力多? 金沙朱古力? 大陸沒得賣嗎? 南華兵早有得賣 現在中美簽訂了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將要買二千億美元的貨品 在未來兩年 大把美國貨有得賣 不用來香港 不要來啦 大把直接傾銷 在大陸有得賣 我相信 其實這個自由行 將會收緊 不會像以往那樣 任放下來 為什麼呢? 一來就不想大陸的旅客 來到香港耳魚目染 看見你們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然後回到大陸就有樣學樣 這些當然是政治方面的考慮 第二個原因就是 經濟方面的考慮 現在要買二千億美元的貨品 當然要限制外匯流失 還讓你那麼多人走去外地消費 當然可以集就集了 我希望這個判斷就是正確 香港才有一個相對上寧靜的環境 生活的空間 不用這麼湧濟 水舌不通 這也要感謝他們用武派匆匆指 補他們 你看看那些旅客的數字 到了第三點 原來去年全年的訪港旅客數字 只是跌了12.4% 為什麼呢? 為明明說 下半年訪港旅客跌了三成九 接近四成人 原來因為上半年還錄得了13.9%的增長 即是一來一回只是跌了一成四 真可憐 如果不是有這樣的示威出現 哇 香港的旅客數字簡直是爆棚 問題就是 你這個爆棚跟我們普通一般的 只是打工仔女 一般的市民跟我們屁事嗎? 永遠得益的 就是你的所謂飲食業 零售業 旅遊業 酒店業 關我們什麼事? 而且重要是 不是做街坊生意的 是要專門做自由行 或者團客生意的 那些受惠那些才得益 是不是? 做街坊生意的那些 你來不來跟別人披視? 所以你不來就好過來了 香港的負債能力 就真的非常有限 不應該引入那麼多 低端的旅客 不怕說 低端的 如果你來到消費 原來花了幾個水 不如你不要離好 寧願多做一個有購買力的外國旅客生意 也不要做多一百個低端的旅客生意 有什麼為? 對嗎? 真的 第四件事就是 零售業進入寒冬 有消息指出 周大福和沙沙的削減分店計劃 分別會關閉15間和25間分店 主要是位於銅鑼灣旺角和尖沙咀等遊客區 真的恭喜了 是不是? 根本上 香港就不需要有那麼多這些金譜和化妝品店 這些店舖很明顯就是開給自由行旅客 大陸旅客 就不是做本地人生意 不是做街坊生意 你只是看看沙沙在尖沙咀 有20間分店 太過明顯了是不是? 尖沙咀有很多香港人口在那裡住嗎? 不是 很明顯就是為了那些綠客來去開設 所以現在關緊一點 這是好事來的 根本上香港的零售市道 側的金額是增長的 我們市民覺得是什麼呢? 就是在開倒車 比起20年30年前 根本上那些店舖就是過度單一化 是不是? 以前很多小店還有一個生存空間 喘息的空間 因為他的租金都還沒加到那麼貴 當你連鎖大集團 走去跟他一起競逐店舖的時候 一定加租加到媽媽都不認得 那些小店就拜拜 收皮了 要麼就轉樓上舖 要麼就倒閉了 這個時候大家看到 去到每一個區域 根本上那些品牌、店舖 全部都是一樣的 全部都是一樣的 每個商場都是一樣的 那用不著特地走出去 是不是? 根本上沒有分別的 無論在新界也好 九龍也好 港島也好 都是那些商店來的 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開倒車? 你又賺大錢? 市民也好 根本上的消費選擇就是少了 所以是賺品的 這些東西就不應該歸咎於那個 或者歸功於黃色經濟圈的 我見有網台就說 這個是黃色經濟圈的勝利 這些就完全太過標題黨兼打飛機了 我覺得是跟黃色經濟圈 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這些店舖 根本上又不是做本地人生意的 是不是? 關黃色經濟圈鬼事嗎? 根本香港人有多少買金的需求呢? 或者買化妝品的需求呢? 不是啊 沒有 很多女士都要買 只不過不用在一個地區開20間分店的嘛 所以我的判斷就是 這壹事跟黃色經濟圈是無關的 主要就是那些綠客的數字暴跌 搞到他要關閉那些分店而已 再一次要多謝那些用武牌 如果不是他們出來抗爭 你想一下 那些租金就一直升 然後怎樣呢? 就繼續來到大行其道 這些連鎖的店舖 根本上香港人 連逛街的意欲都沒有了 大家想一下 你自己有多久沒有逛過尖沙咀呢? 自從那些自由行李箱 霸佔了這條街之後 很多人都不會出去尖沙咀 逛街放假禮拜日 是不是啊? 貪過癮嗎? 貪人多擠迫嗎? 所以聽到這些消息和數據 大家的心情都舒暢了很多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